论有亚洲电台,华盛顿手机专题,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,盲人农民维权领袖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的故事,各位听众朋友您好,我是北宁。 上次节目,我们知道袁伟静在北京机场被拦截绑架回乡几天之后,因为他再度踏上逃亡之路,再度从公共汽车上被绑架回家。 这时袁伟静第三度努力通出对他的看守,一次是协助他的丈夫,两次是为他自己的自由。 山东省林毅县政府要把一个女人看在自己的家里,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。 虽然如此,如果您真正了解了林毅县政府看守袁伟静的做法,所动员的力量,所投入的资金,所花费的时间,所耗费的精力,所牵涉的范围,甚至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,您可能还是会大吃一惊。 这一集,我们就来听听袁伟静第三次逃亡之后,是如何被囚禁在家的。 喂? 伟静吗? 是我,你好。 你好,好不容易又把你打通了。 你前一阵电话通吗? 我是经常不通,我电话是开着的,但是有的时候不可能反应吧,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,没人接,有的时候是前期,或者是关机,或者是就什么反应都没有。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,就是你现在家门口还有人看着你吗? 我现在在姐姐家,但是我家那边还有六个人。 现在是2010年5月中旬,这次我找你谈,我们要专门谈一谈对你的监控问题。 我知道是从2007年的9月份开始,你们家四周围,村路口都有把守。 不是07年,是05年。 2005年就开始了,是吧? 对,对。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,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2010年了, 你们家周围看你们的人,有没有没有的时候呢? 就是今年的3月3号到3月23号之间,没有在我家门口。 从05年到2010年的3月份之前呢,他们不准许我离开家门的,除非我去买菜。 但是呢,3月3号呢,他说就我可以来送孩子了,也可以看上父母。 他们就离开我们家门口。 但是很奇怪的是,3月23号以后呢,他们又去了村子。 3月23号,那是什么原因呢? 我也问他们,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 他们说这个你就别管了,上面就这样安排的。 嗯,没有告诉你任何原因。 也就是说,除了这20天时间,5年多来,你就一直处于被监控状态下。 对。 大致监控你多的时候有多少人,少的时候有多少人? 现在6个人应该是最少的了。 好。 光城在家的时候当然是最多的,每天都几十人,甚至成百人都有。 但是光城被抓起来以后呢,我被看起来每天一般就是在20多个人的时候是比较多的。 你等等啊,你刚才说光城被抓之前有一百多个人,那可能吗?有那么多人吗? 是这样,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是四个小时,六个小时一换班。 每个班呢,至少都有二十几个人啊,这样子。 因为我们家是四周他要看起来,然后还有村子的各个路口,包括高速路口啊,都要看起来。 像特别的日子,比如说是光城爸爸的忌日啊,这样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不仅是一百多个人,有四五百人都在我们村子里。 因为所有的在县城上班的呀,双后阵的工作人员呀,什么的都要去。 就包括我们村子的每个路口,他们都是编了号的,就是说哪个是一号路,哪个是二号路,包括那个村子之外,几公里之外吧,都布满了人。 那一天就是他们自己说,早上七点之前到双后阵政府报到的是二百七十多个人。 报到是专门监控你们的,领了这个任务的。 对,对,我的意思就是说,不是说每天,就是说有特殊的日子的时候,几百人是很正常的。 因为像那天忌日的时候,那就肯定有四五百人,因为每个像,每个那个道路口都有好几个人。 他们还要挨家做工作,比如说那个村子里有儿子在外面工作,那你要回来,今天不准出门,不准去看热闹,不准去参加这些事情。 还有任务就是说到哪个路口啊,什么什么。 所以说像那样的日子,那个人就是特别多的了。 他们哪来的那么多人呢? 到后来吧,相对松一点点的时候,看我的时候,他们就说当时双后镇百分之九十的工作在我们家里,宜南县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工作都在我们家里。 双后镇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对袁伟静的看守,宜南县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工作是对袁伟静的看守。 他们看我们的时候,就是不仅仅是双后镇政府,他们现成的各个局,像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,就包括那些财政局啊,土地局啊,就各个局里都有安排的人,就每天他们都有任务在我们那个家门口,或者在我们村子口,每个单位都是有任务的。 就把这个任务派给各个部门了。 对,他们,对,对,就是说所有进入我们村子的车辆和人员都是要被检查的呀。 哎呀。 包括像我们村子的亲戚啊,如果去我们村子的话,他必须证实了,核实好以后,人员和车辆才能进入。 人员和车辆才能进入,他们怎么核实这些人员和车辆呢? 如果是亲戚的话,他就问你,你是找谁啊,叫什么名字啊,你是他什么人啊,然后再到那个村子里,去那一家去核实一下,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亲戚啊? 啊,这个真是用了功夫了,花了钱了。 反正是几千万了吧,看守我们的人,我不知道他们一开始告诉我那个一千五百万,是指光城被带走以后看我,还是家常看光城那个钱,一千五百万,那还是七年的时候可多的。 这消息可靠吗? 呃,就是,就是说,在我们村子人家喝酒的时候,因为他喝醉了嘛,他说话,然后村民告诉我的,嗯,这已经一千五百万了。 我再重复一遍,就是说看守你的人在村子里喝酒的时候,他喝醉了,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,让旁边的村民听见了,然后告诉你了。 说。 一千五百万,这是去年说的。 对,你还记得去年几月份? 这个我记不清了。 嗯,应该是在秋天,还是,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子,但是我记不很清楚。 嗯,我再问你,你能不能确定看你的这些人,都是国家干部呢? 不都是国家干部。 那不都是国家干部呢? 其余的不是国家干部的是什么身份,哪来的人? 他们都是从社会上雇来的人,社会上这些闲杂人员嘛,他们又不想干活,还想挣钱,就雇的这。 实际上,在我们家门口干活的这些人吧,还是要有一定的关系,才能在这个地方干活。 为什么呢? 就是说,因为像现在吧,现在门口还有六个人,只有两个是乡政府的人员,那其余的人呢,就是从社会上雇来的。 所以这两个人的亲戚,大舅哥,或者是什么外甥,或者是侄子,就是这样的关系,能够进进去。 也就是说,还得走后门,才能得到这个工作。 对,现在人少是这样,以前人多,也都是这样。 虽然在我们家门口干这个事情呢,对于外邻者,这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。 但是从他们的个人自身来说呢,是非常轻松的,况且拿钱,他们每天在那个村,只是跟着我。 所以说,他们拿钱拿得很轻松。 九十块钱,他们还要管吃喝。 等等,等等,我没听说,声音又断了,你从说,多少钱,什么东西。 他们每天是九十块钱。 哦,每天九十块钱,工资。 对。 一个人。 对,对,他们还要管吃喝。 嗯,还要管吃喝。 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? 你怎么能确证这些人是雇来的? 他们就是我们附近那些村子,远的那些村子。 因为那些村民,他们的亲戚啊,都能够认识嘛,有一些是认识的。 所以你 再一个就是说,那么多年了,我都会知道的。 这么多年了,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,说你怎么知道的,你看见了,你听见了,你突然发现了? 因为是村民,如果出去走的话,他们就在我身后嘛,那有的时候就会问你是哪里的。 他们通常不会说出自己真实的那个村子的名字,但是有的村民就告诉我啊,那他是我那个娘家的哪个哪个村子的,或者是东河的呀,或者是那个张帖玉的呀,就是他们就这样说出来,我就能够知道。 变成了县衙门的工具而看守袁伟静的乡亲们,普遍到了这种程度。 有一天,袁伟静去买食物,偶尔却听到了卖给自己食物的售货员与自己看守之间的对话,关于看守袁伟静的这个工作的对话。 是买那个煎饼的时候,卖煎饼的其中一个人和跟着我的一个人是认识的,但是呢,卖煎饼的人不认识我,他就问那个跟我的人说,你们现在还在那个东施骨干吗? 那个跟着我的人也只好笑笑,他说,那你们还要人不,我也想去,说。 后来呢,跟着我的人呢,就没有办法了,就直指我,说,那你问他吧,说,那意思他是老板。 哎,那个女的就,那意思就是说,哦,你是那个,我说,我就是被看着的人,我说我是一个不发工资的老板。 然后他说什么? 他就说那些人说,啊,你们太好了,那意思那么轻松啊,还挣那么多钱啊,他想去,就是,反正就是这样的意思。 最后那个人嘛,就是说,啊,现在不招人了。 这个事情呢,就是说,你对这个事情,还是很多人比较羡恶的一个职业,就挣钱的方式,但是虽然不光荣。 嗯,这些看你们的人里头,据你所知,有没有光成和你维护他们权益的那些人? 比方说计划生育啊,土地问题啊,有没有那些人? 有。 但是,在几年一直跟着我们的这个没有,但是呢,其中有干个两三个月,或者是四五个月,有这样的情况。 你确定有? 我确定有。 你认为他们心里怎么想这事? 他们自己也说,这个事情他们明白,一开始来呢,说也是不好意思,但是呢,说我们不来的话,也有别人也会来的,所以来就是挣钱的,就这样明着说。 你对他们这种说法,这种做法有什么感受? 我对他们感到,就是说,怎么说呢? 嗯,也很无奈,我觉得他们就是挣钱,从这个良心上来说,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评价他们。 反正我出门以后,他们跟在我后面,我从来不给他们打一句,特别是这样的人,我不会给他们打一句枪。 你不会给他们什么? 不会给他们说一句话。 不跟他们说话,不理他们。 对,对。 也就是说你和光诚,你们俩给村里头用这种办法,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。 嗯,因为时间长了嘛,有的人看我时间长了以后,当他们叫我老板的时候,我就说,我是的,我是在家里面,你们长期的这样看着,我一分钱都没有,我都没法供养我自己的家庭,但是我却供养了很多很多的家庭,几十个家庭都是靠我来供养着的。 他们怎么回答呢? 他们,他们就是笑笑吧。 那些打你的人里头,有没有这些人? 你是说我没帮助过的人吗? 对啊。 这个我不能够确定,因为有的时候人太多了,真正的就是打狠手打我的,可能这些人还没有。 只要是下令,不准怎么样的时候,我就会非常生气,我冲动的时候,就是我冲的时候,像死里打的那种情况。 还没有他们。 但是通常就拦阻呀,这种情况,他们还是要动手的。 在我们家门口看着这些,多数就是说,在后来的那个计划生育过程中,他们遇到了一些麻烦,找我们帮助的一些人。 很多呢,都还是非常支持我们的,像光场开庭呀,那么多的残疾人都想去旁听,虽然没能够成功,残疾人,他们是没有在我们家门口。 残疾人能完成看守袁伟静的任务吗? 够格获得这项竞争激烈的工作吗? 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,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,盲人农民维权领袖陈光诚的妻子,袁伟静的故事。 这一集告诉您,山东临义县政府为阻止袁伟静逃离奴役,为掩盖自己的恶政和罪行,利用权力和金钱,利用民众唯利仕途的心理和忘恩负义的品质,在临义县、双后镇、东施古村、袁伟静和陈光诚的家和村子,建造了一堵中国特色的柏林桥。 我是这个节目,华盛顿首季的主持人北宁,东西南北的北,光明的名,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,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